各位有沒有看到我身上這件 這件本來是T恤 我穿起來像景深衣一樣 金鋼有沒有 你自己變胖了 我跟各位講喔 五毛爸已經留15公斤了 歡迎來到27度公園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那記得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還給我訂閱卡 記得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 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今天是你的主場啊 今天是熱壓創意料理 那我準備了兩道 一道鹹食跟一道甜食喔 你知道這一隻是什麼嗎 長啊 長啊 對啊 你確定嗎 當然確定欸 我跟你講再怎麼樣 笨的人都知道這就是衝 我跟你講 幹嘛 螢幕前的粉絲一定笑到一個翻掉 為什麼 因為它是蒜 它是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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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它蒜頭不是長這樣子的啊 它是大蒜 你以為長這樣就是衝嗎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真的很愛壓 YErah… 沙拉 你們看一下這一台 是不是 顏色很夢幻啊 馬卡龍的顏色ة 而且它的體積好tiny喔 而且它的體積好tiny喔 五毛媽定的時候 我打開那一喳拉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是熱壓吐司機 且好可愛喔 對啊 甚至早餐一定要來點花 omn 直接就是 什麼東西想壓就往裡面放 連零 posting又來了啦 那現在話不多說 我要去料理囉 Let's go 第一道我要做的鹹食就是 客家鹹豬肉熱壓饅頭 非常特別吧 這是我突然間在凌晨的時候想起的一個idea 總是在凌晨的時候想起來 然後夜深人靜的時候比較容易思考 你也知道 這邊我準備了切好的蒜片 這是黑糖饅頭 然後我把它對切 這是美味糖的客家鹹豬肉 份量其實我覺得頗多了 但價格上來說的話Costco會比較划算喔 那我這幾天使用下來呢 我連上面都可以直接剪蛋煎肉是沒有問題的 首先將饅頭放上去 放上鹹豬肉 只能放三個 已經不錯 比去外面吃的時候還要划算 為什麼我看到蒜片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要吃烏魚子 是不是滿滿滿啊 此時此刻就這樣 給它壓下去 我怕它走傷我會稍微手碰一下 輕輕鬆鬆就蓋起來 調三分鐘去旁邊 翹腳在吹吹吹吹 等一下就好了 WELCOME BACK 我的媽呀 你真的可以去餐廳裡面當餓廚耶 創意料理 我一從廚房端出來的時候呢 五毛爸整個這樣驚想說 WOW 因為呢我跟你講餐盤也是我在填購 所以它根本不知道我買了哪些什麼盤子啊餐具啊 所以它會對這個很陌生 然後想說 哎呦什麼時候家裡多了這一塊 哈哈哈哈 不像咖啡聽的一樣 就是要有這一種儀式感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如果說只是這個饅頭夾一夾 賣你五十塊你還會嫌貴 但是這樣擺一擺賣你一百九 喔你都覺得好便宜喔 沒有耶 哈哈哈哈哈哈 超厲害的 一樣今天是你要給我評分對不對 對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身上這一件 哈哈哈哈哈哈 這件本來是T恤 我穿起來像緊身衣一樣 你自己變胖了 我跟各位講喔 我毛爸已經六十五公斤了 六十三公斤 OK 最近正積極的在減肥當中 我跟各位講啦 這一件呢九塊錢 相信有加入我們官方LINE的人 就會看到我們有拍成影片 開箱的影片 在我們的官方LINE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哈哈哈哈 趕快吃看看 嗯 我先來吃美味糖的客家賢豬喔 熱壓吐司其實它都不用用油 所以呢怕很乾的人最好在中間再加一些醬 sauce 那平常最常壓的就是培根蛋吐司啊 或者是加起司那些 就比較能夠加一些沙拉醬啊 或是番茄醬 而且我覺得熱壓吐司超方便 整個過程很輕鬆很自在 外加它沒有油煙欸 對 除非你把它拿來當烤盤就一定會有喔 但是也是小小的 欸我覺得蠻好吃的欸 外皮有點脆脆的那種感覺 裡面呢還蠻紮實的 然後你搭配鹹豬肉呢 有點juicy的感覺 所以也不至於太乾 整個搭起來就是非常的match 客家創意料理可以納入這一道 那這一道你要給我幾分 滿分一樣是10分的話 這一道我會給到9.5分 哇哦 厲害了吧 每次都零廚藝的我分數都很高 啊我自己做的分數就不高是怎樣 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 那我們下一道是甜食囉 我要來做甜食囉 個 芒果布丁熱壓吐司 我準備了Wiswee的布丁 芒果煉乳全麥的吐司 Good 欸你知道這一道idea來自於哪裡嗎 哪裡 來自於我在吃剉餅的芒果牛奶餅 現在是加布丁在裡面喔 再來加芒果 喔 再來就是煉乳啦 對啊 再來加上吐司另外一片 一樣 壓上 3分鐘 等待成頻 輕輕鬆鬆啦齁 這一道看起來就是我的菜好好吃的感覺 因为我喜欢的芒果 也有我喜欢的布丁啊 我真心的觉得这一台机器啊 我们可以考虑洽谈厂商来开团 因为呢真的很好用 而且重点是压出来啊 就线条极美 我看了就很愉悦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重点 它除了好清还可以不用清 何谓不用清 因为我上面压的显了 没洗直接再压这个 因为它很干净啊 我到底要洗什么 我就在压烦帆都是吃的 这是个人的卫生问题吧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吗 对啊 我刚刚咸猪肉也没有溢出来在盘子上啊 所以你看轻轻松松完成了一道料理 赶快来试试看 啊 Smell is good 嗯 Oh my god 这意外好吃耶 超好吃的 真的 真的 诶 我觉得你可以开餐厅的 好好吃喔 布丁搭上芒果真的是百搭 外加它布丁在里面啊 它会增加它的一个湿润感耶 你压几分钟 四分钟 刚刚好 因为刚刚三分钟我打开吐司还没有就是 恰恰 我喜欢恰恰 收收 哦 芒果变热之后有出乎我意料的搭 芒果变热就很像我们在煮果这样一样 水果变热热的 好吃 嗯 满分10分的话这一道我会给 如何如何 其实我自己吃起来的味道啊 我也觉得这一道最让我惊艳 原本想说这么奇怪的东西压出来会好吃吗 应该就是布丁在那个吐司里面就没有耶 它布丁的吃起来不会腻 它燙燙反而有一个口感很好吃耶 然后再加上水果酸酸的味道 没错 整个就是不会腻 对 芒果有点酸甜酸甜的啦 所以整个吃起来哦非常的搭 而且额外的清爽 嗯 你 好不好 将来五毛妈如果开 好停停停停 等一下啦 是有事吗 这个小姐 我可能就是 先卖卖什么锅碗瓢本这种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因为你很喜欢那类的东西 每天会一直在那边滑滑滑 你看有没有锅子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炒锅啊好用的啊 然后不沾锅啊 对对对你超适合那个 然后就帮粉丝某一些福利 看有没有可以团购的啊 超爱看哪一类的东西 那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分享呢 热鸭三明治鸡啊 主要是因为它还蛮方便使用的 那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烤盘 就是可以做果子啦 期待我的下集哦 呀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那每周的三五日晚上八点 都会更新影片啊 记得收看 记得加入我们社团 还追踪我们的IG哦 想要贴近我们生活美食动态吗 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踪起来哦 在这边跟你们say goodbye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